像我自己的小孩 就常常說這個作業 為什麼你沒有寫 老師說不用 或者是這個書 老師說不用還 這個東西都是不用 後來再次確認就發現 老師講的跟他講的不太一樣 真的真的 就是兩邊怎麼對不太起來 大家平安 我是黃聰靈醫師 在我右手邊是資深國小老師 林醫生也是教師界的美少女 讓我們掌聲歡迎大家 謝謝 黃醫師好 大家好 今天邀請林醫生老師 一起來跟大家討論一件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開學了 小一新生該必備哪一些自理能力呢 在今天這個企劃之前呢 我們在網路上有做一個票選的活動 我們把網路上各式各樣專家說 小一新生必備的能力 洋洋灑灑烈的24條 給爸爸媽媽投票 就看看說你覺得 哪一個是最重要的 那當然除了哪一個最重要之外 也說你覺得 哪一個是最難做到 或最不合理的 老師一定要這樣 搞我們嗎 這樣 我們今天就請老師來了 第一個最重要的是爸爸媽媽認為 能清楚表達自己的需求和感受是最重要的 因為其實我們在學校可能一個老師針對30個小朋友 那我們當然會很關心會希望照顧到每個孩子 可是可能因為1比30爸爸媽媽也知道其實有時候我們可能會沒有辦法照顧到非常的妥善 曾經就有一個小朋友他就是發燒到39 但是他活動力還是很旺盛啊 他也沒有感受他也不知道怎麼樣去表達 所以等到中午的時候才發現 所以其實老師最重要最擔心的就是孩子的安全跟健康 不過除了身體不舒服要好好表達之外 生活的常規也好像應該要好好表達 像我自己的小孩就常常說這個作業為什麼你沒有寫 老師說不用 對 或者是這個書 老師說不用還 這個東西都不用 後來再次確認就發現 老師講的跟他講的不太一樣 真的真的 就是兩邊怎麼對不太起來 其實這個小朋友可能有兩點 一個是他可能聽的時候就沒有聽完全 聽不理解 第一個是說的時候他就便宜行事 然後就自己講出來 那更嚴重的是其實也會對應到孩子的人際關係 例如說這個孩子他可能跟朋友啊 或同學產生爭執 他有委屈 他講不出來 一擊之下可能就會推打別的同學 反而讓事情更糟糕 然後更嚴重化 然後對這個孩子來講 他心裡也是非常的受傷 對 這邊提供一些簡單的方法 就給爸爸媽媽 最剛開始就是簡單問說 啊什麼事 時間 什麼地點 然後什麼人 什麼事 然後最後怎麼了 這幾個方法 我們可以先用就是問的 一個一個問 問完再請他串起來 這就是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那不然的話 其實也可以先問 是非題 你有委屈嗎 你有做嗎 然後再來慢慢選擇題 是誰呢 哪一個同學 是打你嗎 用腳嗎 還是用手 然後第三個就慢慢變成填充題 那他是怎麼打你的 然後再來就變成問答題 常常這樣子我們有意識的在生活中 慢慢讓孩子可以坦承告訴你他的感受 其實對我們來講 也可以了解孩子的想法 在親子關係上面也是一個很大的一步 那我覺得這個在養育兒 這個小孩的過程當中就是 先讓他表達他講 就算政治不正確 就算講話很傷人 就算很粗魯 先讓他講完 先純然好奇 對 然後講完之後 我們了解了事實之後 事後你要再去rephrase 修辭 那個禮貌之後 再來講 那這邊有一個上面沒有列的 是第二名網友票選說 能夠獨立用餐 使用餐具 收拾餐具 插桌子 真的很重要嗎 其實相對來說是很重要 可是其實學校老師也會做一些 就是調整彈性 我們會稍微提早一點點 然後讓孩子用餐完 大概是在一個小時以內 那早餐呢 早餐就非常重要 就是在這裡很想要呼籲 就是爸爸媽媽 就是盡量可以在家裡用餐最好 我要講一個就是 深刻的慘痛經驗 曾經就有一個小異的學生 他就是把早餐就放在書包裡面 然後回去爸爸媽媽也沒有注意 他也沒有整理書包 有一天隔壁同學的桌上就爬出 然後我們兩個就拿著衛生罐在那邊 前驅 那其實這個處理事小 更重要的是 小醫生生他要適應環境 然後一連串從七點多到十二點中間的學習 這孩子是完全沒有養分供應的 所以你常常看到那個趴下來的啊 累的啊 精神不集中 其實只要很簡單 在家裡 吃完早餐 就可以了 喔 對 不過我這邊也是要替爸爸媽媽說一些話 就是真的 現在家長有時候早上 嗯 那個時間 對 搞的氣氛很不好 是是是 其實我很能夠就是自身體會啦 那我自己的解決方法就是 我們會稍微早一點起床 那孩子剛開始早上起來沒有胃口 欸就至少要喝完牛奶 嗯 那我們就會讓他帶一些水果 喔 對 或者是簡單的小點心 然後就放在蜜蜂盒裡面 那我就是規定說 那你放學之前要讓我那 康那個盒子是空的 你水果會講區嗎 不會 放心 有蜜蜂盒 那就好 回來了媽媽要檢查 對對對 是 好 所以吃早餐這件事情 是可以解決的 是 那其中有一項是老師認為很重要 雖然不帶家長票選的前三個 我們就應該要講一下 是 適應學校固定作息 如上下課午休時間 欸這個很重要 對對對 因為其實孩子從幼兒園到小學 除了環境有很大的改變 群體有很大的改變 另外一個就是 時間上面有很大的改變 到了小學之後 我們整個七點多就要到學校了 然後慢慢的有中生 然後一堂課一堂課一堂課 其實對孩子來講要 其實有一點點難度 真的啊 真的 我曾經就有遇過 就是小一的那個小孩子啊 就是來學校 然後他就是 中生他知道要回來 可是好想玩 所以說在外面一直跑一直跑 老師還要去滿場追 對其實也有發生過 他不覺得操場突然變很空嗎 他就覺得太好了 他終於可以搶到他喜歡的 我以前小的時候 真的有沒遇到終生 完完完我就慌了 我想 是世界末日嗎 為什麼剩我一個人 所以其實要跟孩子約定說 欸這是終生 然後可能有不同的科目 盡量讓孩子適應終生 也要讓他知道說回來的途徑 因為很容易會迷路 這個在家好難訓練喔 對對對 是怎麼樣 買一個APP 然後有終生 是是 吃飯囉 其實這個其實也是要訓練孩子 就有點專注度 像比如說 從幼兒園開始 孩子要有一個自己的桌子 然後讓他在那邊習慣 在那邊畫畫看書 那剛開始的時候 孩子的專注力很短 大概五分鐘 三分鐘 就是你要有意識的慢慢拉長 比如說他看完書之後 媽媽再拿一本書 再到那個位置 再跟你聊一下 變八分鐘 所以可以慢慢有意識的延長 因為對著孩子來講 你看早上四節課 其實是有點辛苦的 對 那也是要靠老師 用不同的教學面貌風貌 去讓孩子可以有提升他的專注度 看一下第一名是什麼 好我們看一下 擁有好體力 能持續運動儲備體力 選項說 例如能走萬步 很多家長會說 啊我的小朋友啊 活動力體力很好啊 我都想睡覺 他都還不睡覺 我覺得其實那個可能是活動力 比如說我們校外教學也好 或者是大家暑假可能帶小朋友出去玩 那我就會觀察到 通常早上到中午的時候 很多孩子已經趴在餐廳的桌上睡覺 或他已經就是沒有力了 然後校外教學導覽的時候 他已經看到哪裡有椅子 就坐在那邊 大家就覺得我們鄉下孩子可能體力很好 五年級的孩子跑一圈兩百公尺 有一半的孩子沒有辦法跑完 真的 所以你的活動力跟體力 肌耐力這些其實 所以爸爸媽媽也可以去想想 我的孩子有沒有持續的運動習慣 那為什麼這一點這麼重要呢 已經很多的科學研究發現 我自己帶也是啊 我帶孩子去上課的時候 常常吵架 跑了十週 就是每天跑十圈 然後跑十週之後 情緒平和了 學習力提升了 國外也有研究 數學跟閱讀力都會提升 這是看不到的 那看得到的呢 因為我們班比下一個年級的孩子高很多 然後跟上一個年級的孩子同樣高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他的腦力發展 還有他的生長發展 是明顯看得出來的 然後經過我們這樣長期的觀察 會覺得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他如果沒有體力 他後面其他很多的學習都是空的 而且其實這從根本開始 後面才是真的可以長成大樹 對 因為這個選項 對家長來講 沒有那麼直觀 好像這個 我上學是為了學東西的 跟體力有什麼關係 我覺得跟學習力有關 這個很多研究 我的文章 老師的文章都有寫 不過我剛剛講 情緒我覺得很有意思 是 你沒有力氣 你就容易發脾氣 對 你累了 球場上打架都第四節 對 因為大家已經沒力了 就很容易起衝突 是啊 好 最後一個就是我們要講最難執行 就是表示爸爸媽媽覺得很重要 可是 很難做到 是哪一個呢 寫功課不拖延 時間管理良好 其實一樣就是回歸到我們從環境的來講 就是前面有講到給一個孩子專屬的空間 不一定是書房啦 就是一個小桌子 或者是我們餐桌收一收 有一個空間就好 但是重點是 爸爸媽媽那時候要 關手機 關平板 關電視 對 孩子寫的時候 我們就在旁邊看看書 也不用緊迫盯人 給他製造一個開心的循環 回來了 好去洗洗手 媽媽幫你準備好點心 吃完點心好我們就要開始寫功課 寫完功課才可以做其他的事情 把這件事情當成是一個習慣 然後潛移默化 然後慢慢隨著年級慢慢增加 爸爸媽媽就可以自由了 因為他已經養成習慣了 你覺得小學一年級 爸爸媽媽要不要陪小孩寫功課 這是一個常常家長問我的一個問題 我們從功課的角度來看 其實功課是讓孩子去複習他今天所學的 所以剛開始的時候 我比較不建議爸爸媽媽媽在旁邊緊迫盯人 想想看 如果我們在旁邊煮菜的時候 然後有一個盯著你 你就覺得好緊張喔 然後煮得不好 就把你倒到垃圾桶 就啊那我現在不要煮了 對所以就是剛開始就讓他有自由空間 然後就慢慢鼓勵他 三四年級的時候 他就要獨立完成了 爸爸媽媽也不用太過去檢查 因為其實我們會發現 錯誤的題目可以幫助老師 知道這個孩子 對前一天哪裡沒有學得好 老師在上課的時候 才可以就是指導他照顧他 如果爸爸媽媽 你已經把所有的功課 全部都檢查過完美了 老師覺得哇 這孩子全部都學會了 反而對這個孩子來講 不是有益的 嗯我自己的經驗 還有我的概念是 要陪孩子寫作業 不是聽孩子寫作業 我覺得那個動詞一錯 他觀念就不一樣了 對 你陪他意思是說 我們一起來完成這個任務 是 而且你在旁邊不要說 這很簡單啊 這很簡單 我們是一個team 我們跟孩子現在正在面對 孩子現在這個功課 新的階段 他就是一個六歲七歲的小孩 這個東西對他很難 然後他可能做到一半就開始 這什麼啊 這什麼好 我們就一起來面對這個問題 然後小朋友有時候寫生字 很煩很無聊 那看他真的快崩潰了 我們就來玩個遊戲嘛 來玩個賓果啊 123456789 畫一個那25格啊 對不對 然後塞塞子啊 然後中那一格 你就寫哪一格啊 把那幾格寫出來 訂個鬧鐘 我們挑戰可不可以15分鐘 把這一頁寫完 對 我們來挑戰看看 很多 就變成 對是爸爸媽媽 一步一步帶著他前進 不是我看著你 我指你的錯誤 這完全是兩種不同的感覺 好今天很高興跟醫生老師 聊了這麼多 小醫新生入學前 可以家長開始準備的 治理能力 不過就算你的孩子 剛才這些能力有缺乏 也不要怕 對 反正就是跟老師好好溝通 然後自己在家裡面 用一些正確的方法 陪伴孩子成長 用訓練兩個字 有這壓力大 陪伴 來一起成長 我覺得這樣的話 大家就是有一個 同舟共機的感覺 剛剛講的內容 都可以在老師的新書 小學生年度 學習行事例裡面看到 所以如果孩子們 已經正在小學的階段 在這本書裡面 應該可以得到很多的幫助 謝謝怡神老師 今天加入我的YouTube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謝謝 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按下小鈴鐺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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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geneous increínos 關鍵 、「飯店女生 JASONATHAN Toronto